刚好在车内,看到这只在我住家附近的这个白地虎斑 流浪猫 啊,爬掉了 各位可以看到,可以看到他的,诶又来了 他的身体没有那么干净,因为他是流浪猫 跟我家那只白地虎斑是完全不同的命运 那其实很感慨,就是说 一般外面统计就是说,流浪猫的寿命只有5年 5岁 如果是家猫的话可以养到15岁,多了10年 所以流浪猫在外面的宿命就是这样子 那所以有时候有人们说,你们这些爱猫族都乱喂流浪猫 那害的那些猫就不走,所以黄金很脏乱 那我就会思考,的确是有一些部分是可能喂猫的人造成的污染 比如说可能就是拿一般饲料啊,或什么直接到地上 那另外有部分就是说 流浪猫它 它其实就这5年的生命啊,所以我觉得 如果以这么短暂的生命来讲,你给它一个空间 让它可以存活一下子 你就可以思考看看,那另外有些人说 那你喜欢流浪猫就把它带回去养啊 对,没错 现在也是有些人在进行,那我们就称为中途 就是说,抓到流浪猫的人 它是中途的角色,怎么叫中途,就是把它抓来之后啊 然后送去医院把它治好 那就花很多钱了 治好之后啊,然后再上网去 去秀出他照片,看谁有要的,然后就接手 那我就是属于接手那一个,所以我家里现在有两只猫 那两只其实都来自流浪猫 所以,我们不要再说那些人 你那么爱慰,然后就把它带回家 事实上有些人是带回家 另外有些叫 就是把它TNR 就是把它抓来,它也是中途的角色 抓来,然后医治一下,然后做绝育 绝育之后啊,然后就把它放回原来的领地 就是它比较熟悉的一个势力范围 那它也达到了这个绝育的方式 因为它被抓去咔嚓之后 也不会再滋生其他小猫 所以你在看这种猫的话 它一般野生方面的话 就是耳朵会有剪角焦的 那就是已经做过绝育动作的 所以它的这一生大概就是一个结束 所以,老实讲就是可能大家还是要 给它们给空间 其实我们讲地球上 地球不是我们地球人的 也不是台湾人的 是大家各个生物有的 只是我们现在的生活上 因为你看地上都铺的铺有了 所以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强大 我们人类强大 不管智慧还是武力强大 所以我们掠夺了这个环境 但实际上我们应该是跟环境的各种生物来并存 当然有些生物生态上的平衡 或许从这些猫 以流浪猫流浪狗来看 我们人类才是这种外来种 然后已经繁殖过剩了 应该要做平衡去处理掉的 比如开放猎杀 所以或许我们人类才是真的是 地球上的一个 其他生物的一个祸害 所以要怎么讲 还是一个老话剧 就是共存 就是你不要说 这猫到你的环境上 有造成什么样很脏乱 或是帮帮你喂猫的人 你就可以怪它 是它造成脏乱 那当然人类的喂猫方式 可以做一些 改善 有的人就会很认真 拿塑胶碗 先喂 喂了之后 然后再来 再来就是再去收 他会收 他不是就丢在那边 所以处处有一些 那个温馨的人 只是说看大家 对流浪的这个角色的思考 流浪的人 流浪的猫 流浪的狗 等等的 那 如果有人愿意在做这个 TNR 这个把他抓来捷御的这动作 代表他已经决定 已经是往着 减少这样的流浪动物的一个方向在走 那你当然要支持他 他那些抓来需要花时间 买笼子 抓去医生那边卡扎 也要花钱 医生又不是义工 对不对 好到这边 拜拜